女子在計程車上拿出衛生紙 緊急把小牆消滅 死了一隻還有千千萬萬隻 整車乘客全被嚇壞 因為車內堆滿了食物殘骸跟垃圾 上頭有大隻小隻的蟑螂在爬呀爬 司機還赤腳開車 女子本來跟朋友相約到台中玩 結果在台中火車站 搭到此生最恐怖的小黃 司機請他們四個人全部擠在後座 因為前面全是垃圾 其他司機說 這台蟑螂小黃出沒在台中火車站附近 司機至少十年的駕駛經歷 平時經常在車內睡覺 實在是勸也勸不聽 車行也多次去勸導 但是駕駛堆積垃圾的行為 依舊沒有改善 台中計程車工會接到通報 也馬上介入 如果駕駛旅勸不聽 將會狡銷車輛 避免台中小黃形象受損 可能找個藉口下車 然後跟司機說後面 有一點張情要處理一下 整潔跟空氣 因為有一些計程車司機 可能會抽煙什麼的 大多數的小黃司機 都會定期去保養車輛 有的司機大哥一周去給人清一次 平常會自己拿布擦拭 消毒車子的椅墊跟窗戶 開了十幾二十年的車 在細心保養之下 依舊舒適整潔 也是對每一位乘客最基本的尊重 七北新聞 六和李蔡林台中小黃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